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例会在台北登场 由海基会副董事长施惠芬 和中国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正担任召集人 会议聚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 执行现况与推动议题的进展 能否敲定第十次货贸谈判更是备受关注 我特别期待双方代表能尽速完成货品贸易 与争端解决这两项协议的协商 发挥ECFA最大功能 为两岸经贸往来开创完善的大环境 特别是不要因为我方正在推动 洽签两岸协议的对外沟通与咨询机制 而对货贸协议的协商有所辞言 两项协议如果能够顺利签署生效 将有助于两岸经济合作的大局 本次例会我方由经济部次长卓士钊 担任首席代表 与大陆商务部副部长高燕等人会谈 除了外界关注的货贸谈判 双方也讨论中小企业在ECFA受惠的情况 这例中表示希望两岸加快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 让更多两岸民众 尤其是基层和中小企业 获得更多实质利益 我们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继续采取务实的举措 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 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 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 实现两岸经济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 先撤航线再谈判 双方召集人发言时 数名台联青年军在场外 针对大陆片面划设M503等四条新航路 高喊撤航线再谈判的口号 引起媒体一阵抢拍 但未闯进会场也没有打断会议 成为经合会插曲 中央设计者洪黄军张雅婷台北报道 在混合